今天能够非常荣幸邀请到一姐妹的原唱者 真的是我们大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一起来欢迎费玉清大哥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费玉清台湾著名流行歌手 当年以一曲一姐妹而红遍海峡两岸 他的歌声甜美抒情 无论是小调名歌或是情歌 他都演唱的盛情并茂 在台湾有一代唯美派天籁歌王之称 当然费大哥除了让大家赞不绝口的 就是他的歌声他的音乐 除此之外呢 我们费大哥还有很多的绝火 包括主持 主持 也有得过奖项 主持得过了两座奖 主持最佳的这个金钟奖 说到这个主持 那当时不务正义 因为歌手来主持节目 不过因为也许资历深了一点 我们来访问别人的时候 也比较这个 好像总是比别人来的资历深 对 比较能聊得出来 不管是赞美别人 或者是好像可以有一半个 内行人的身份 有这么一点说服力 那么有的时候 也有方便的地方是 歌手的这个背景 当特别来宾不足的时候 拿起麦克风 我自己就可以唱 这样就厉害了 就撞到自己的这个 本堂上面来 不敢说我主持的好坏 我自己 对自己的主持 都很难打分之处 今天碰到周华健本人 反正不太好意思 为什么 在您的影子下 早时啊 赚了不少银子 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 我 我知道 后来 其实我自己还没听过 我后来是在 报纸里面看到 哎呀那您今天来了 现在验收一下 爱相随 人纷飞 哪怕用一身去追 我又怎么追的回忆 与你相偎 哎呀我看到 这要打到 挺直行 真正的这个 本真出现 没有有时候你知道 这种模仿 会带出很多 很奇怪的逻辑出来 比如说呢 我刚刚敢说 比如说 小哥唱周华健 比周华健唱周华健 你还又像 张宇的特色啊 今天聊到你的特色 好多人喜欢模仿你啊 我知道这是中道德 有这么一点像 哎呦 这很难耶 为什么呢 他模仿那个歌 傻瓜与野丫头 对啊小S给你了 会唱的人不独 跳得很棒啊 两个跳 多羡慕 任命的老天荒 任命还故事来 对啊 我们就这样约定 这样约定 约定 哎呦 好像 哎呦啊谢谢 但是其实以前我们的 就是主题 看你主持的这个印象 就停留在那个 龙凶虎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是因为 是综艺节目嘛 其实就是搞笑东西 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会多一些 但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 那费大哥现在也有一个音乐性质的节目 其实这次感觉是很不同的 主持方法肯定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的节目比较适合夜间 就是差不多大家忙完了九点钟以后 九点十点 当然这个时段会比较偏不太热门 不是兵家必争之地 可是因为您的声音讲话也是柔柔美美的 如果我能把这一环控制得好了 因为整个娱乐的生态百家争鸣 如果我们个人最擅长的这一部分 能够发挥得很好的话 也算是在自己的原地 能够绽放一些自己的色彩 喜欢的人就自然会走进来 真是鬼迷心窍 是前世的姻缘也好 你唱得好 鬼迷的心窍也好 不我模仿他 我喉咙太直亏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小哥我们来听听看 那个凤飞飞的版本吧 哎呦这不是还要出招过 那么在我记忆中 那凤姐有个习惯嘛 所以一唱前 第一张口之前 啊 要准备 啊多美丽的玫瑰花 啊多可爱的玫瑰花 感谢你 啊我就这样 啊深深爱上她 好了 太妙了太妙了 太妙了太妙了 再次深情 相遇了 愈是见着一个体温 千万不如这口 再对我说 爱情只会记不等 不过像您综艺节目尝试过 像您音乐性质的节目尝试过 还有没有什么样类型的节目 以后未来想要试试看的 有的人觉得很多邀请 但我也有时候玩具 像美食节目 大家都觉得我满会吃的 所以这个吃的节目 常常对我频频招手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 讲讲笑话的节目 也常常对我招手 那么我是觉得 以前我会常在节目里 开开玩笑 有的时候开到 稍微都有一点在尺度边缘 但现在我就 随着自己越来越成熟 反而觉得不太好意思了 常常听到我父亲的耳提面命 父亲常说 你这个人文质彬彬的 我在台下看你 这一讲起笑话来 哎呀 这个整个就稍微有点怎么样 我看你还是好好唱歌吧 以前我都会啊 爸 大家都好开心 你会看大家笑声跟掌声 对啊 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这个成长 我就发现到 哎 还真的 现在不太好意思讲了 不过呢 刚刚飞大哥自己有听到 提到就是自己的个性 是属于比较温和 然后比较平淡一点点的 所以你自己的人生观 生活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 真的 在影剧圈里面 我这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不容易成功 好像当年的心情 无欲无求 我从来也不需要什么一定的名牌 那么这个也没有觉得什么样的树木字 我才会觉得人生放心 我从来没有 那么每次音乐一响起 欢迎费玉清 我从木边一拉开走出去的时候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蔡景也是女低音啊 比如说她那个 恰似你的温柔 一点点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盏破碎的脸 难以开我才叫我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个味道 女低音的啊 有没有熟悉的感觉来了 有很多歌都是用这种感觉啊 女郎 你为什么 还有飞在 蓝蓝海上 一个女孩 你就是你 心中有无数秘密 光是这样你就可以唱三首 你和谁分享 我用音乐死练 你 我用音乐死练了 我用音乐死练了 好棒啊 不过我的哥哥就常说我这一点 你这个观念啊 在影剧圈里 很容易就被淘汰掉 因为你这种人 人性来讲的话 这歌坛有你无多 没你正好 我说哎 这是什么形容词 有我无多 没我正好 对啊 你看大家都在 比如说镜头名字 对吧 哎 这个话题 哎 就要把那个镜头转来 你叫哎的时候 导播马上就 啪啪就过来了 就觉得你接了下来 要接词 你看你都不哎 这怎么行呢 常常主持人 坐在他旁边 龙胸虎蝶 对于这个问题呢 今天这个主题 费于清零的看法 一看我已经挤到外面了 特别来的一边站 对啊 为什么主持人不见 我说大家聊得很愉快嘛 我不一定要挤到中间 不是你这个 你这个 你也真的太不争了吧 所以我一听他讲讲 可是有的时候也争不来 我的脾气就是这样 对啊 就可以随便让人家欺负的感觉 所以他说 哎 你们实在歌手就是歌手 有的时候该注意到的地方 都没注意到 你现在是主人 就要站在中间来 哦 所以有的时候 也要常常学着学着 不过我必须在这边 要否定你哥哥讲这一点 就是 不会没我正好 对 绝对不是 我们生命中绝对没有办法缺少 就是费大哥的声音 其实我的声音 就是 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 或是 大家成长了以后 年轻朋友可能听我的歌 觉得费叔叔的歌 后面咬人嚼字 咬人嚼字了一点 但是将来你们成熟了以后 有了感情的这种力点 有了波澜之后 其实又会回归到 喜欢听这些 清清淡淡的 有点画面的音乐 这时候我就要等 等待你们的这个 这个来临 真的是 这类歌曲 我想我未来也可能改变不大 我将永远坚守这个抒情歌 给大家一点这种 很宁静的感觉 真的是这个样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